主角的加热方式呢 当然就是用电锅蒸啦 吃个主角啊 光纹就咸香咸香的 而且好像很Q弹呆呆的感觉喔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项娜娜的疗愈厨房 简单单单单单单单也来开箱 今天的年节特辑呢 我们要来开箱全连年菜 这是我第一次预购全连的年菜 非常兴奋 精挑细选了三款超人气年菜喔 开始之前赶快右下角订阅 开启小嫩妹妹全部 记得接着用Instagram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啰 既然是第一次开箱全连年菜 当然要和各位分享一下 全连年菜预购的方式 还有活动 有兴趣的各位呢 可以到门市去拿这一本全连的行路 直接和店员订购 五天后就可以取货喔 单笔满签的话 还会送50块的买菜金 当得好像跟业佩一样 没有 这一集完全无合作 不好吃的话 我们也是绝对不会客气的 首先第一道呢 就先来吃 今年超级夯的酸菜鱼 全世界都在做酸菜鱼 老四川酸菜鱼 这样一盒2000克 固形物900克 全连年菜预购价660块 哇 鱼片 感觉蛮多的 汤底 也是很大包喔 看得到满满的酸菜 加热方式呢很简单 我们先把汤底煮滚之后呢 就放入鱼片 鱼片 鱼片放下去之后呢 再煮大概五分钟 让鱼有熟透就可以了 它这个鱼片啊 都超厚的耶 满满的酸菜 还有腌萝卜 而且这个汤色啊 感觉很赞耶 好浓郁的感觉 这个鱼啊 超细致的感觉 一切直接分离耶 很嫩 而且鱼肉里面 吸满了那个汤汁 酸酸的味道好够味喔 黑口它的汤 小编不是糖控 可是喝了你一定会惊艳 那个汤喝下去啊 超级浓厚 然后喉咙会瞬间有一种 要炸开的感觉 可是就是一秒钟两秒钟的事 后面呢就平息了 很够味耶 这真的好吃 对啊 它的萝卜看起来好像 以为会是硬硬脆脆的那种 没有 它是也是吸的饱满汤汁 软软爆汁的那种 这个好开胃喔 对耶 这个超开胃 那整个口腔啊 会充满酸跟麻辣的味道 可是它不是那种 会很嗆的那种辣 感觉很适合拿来当 年菜的火锅汤底耶 超级够味的 其实买这一个老四川的酸菜鱼呢 是有一个故事在的 原本我们看全联的行路里面 看中了一个叫做 雕名蜜谭的酸菜鱼 结果要去订的时候 已经没有货了超扯 圣诞节前内订就没有货了 其实同品牌的酸菜鱼呢 在家族也有 而且相同规格 可是呢 就白白比全链贵一百块 完全不想买 选这个老四川的 真的也好吃 重点是我觉得它的鱼片啊超级豐盛 很有诚意 这鱼都超多的 嗯 这款就算你是小辣的人也很值得 一定要吃看看 紧接着第二款呢 就是在全联年菜行路的 封面 一瓶钢山羊肉炉 看到封面觉得好像很强耶 吃看看 放蜂蜜有可能是比较好赚的 想成一瓶钢山羊肉炉 这样一盒一千九百克 固形物四百七十克 全联年菜预购价呢 四九九 哦 蛮重的 真的拿起来蛮重的 这边仿佛可以看到一些肉块 超香 现在整间房子都是要炖的味道 它的加热方式很简单 煮滚之后再持续滚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这款羊肉炉呢肉不算少 像这只呢就蛮大一只羊肉的 不过相对上来说汤很多 汤色感觉是很浓厚的那种耶 羊排 感觉好好吃喔 哦 我觉得它是不是有当归的味道很浓耶 后来一口它的汤非常浓厚 中药控应该会非常喜欢 哦 肉吃起来比看起来软嫩很多 它的肉啊 真的是非常软嫩的那一种耶 这款一挺钢山羊肉炉啊 感觉超适合冬天和过年吃的话 一定是超赞的选择 它整个喝下去啊 暖起来你知道吗 还好没有肚皮 都瘦到 哦对 对你讲到重点 这点是非常赞的 外面吃那个羊肉鱼 就在吃皮 最后都一直在吃米血 一直在吃豆腐 吃 有一个鱼饺虾饺 那个 夹超棒的 吃到所有的都不是在吃羊肉 这个感觉大家自己加个面线 配着吃就超赞的 看看过年会不会冷一点 这个吃起来真的是整个 非常的暖心暖胃啊 都快春天了 我们今天真的是各种肉耶 鱼 羊 紧接着呢是猪饺 过年一定要吃的老鞋针 哦这是老鞋针的 对 老鞋针的冰糖猪饺 老鞋针冰糖猪饺 这样一盒呢 820克 固形物620克 全联年菜预购价459 汤汁 200克的汤汁 哇 这个主角 感觉超赞的耶 主角的加热方式呢 当然就是用电锅蒸啊 这个主角啊 光纹就咸香咸香的 而且好像很Q弹 乖乖的感觉哦 之前我们有开箱过 老鞋针和太子有饭 联名的樱花虾干贝有饭 去年也有开过 老鞋针海味街佛跳墙 都不差啦 今年想说 诶来吃看看 冰糖猪饺 他的照片拍得很好耶 我拿的这一块呢 有皮 有肉 我觉得很好吃耶 我觉得很好吃啊 我不是爱吃猪饺 对啊我爱吃猪饺 这个对你来说皮会太多吗 因为小编是喜欢吃很多肉的 这个还行吗 可以啊 还可以 我觉得它的比例刚刚好啊 皮肉大概5 然后皮吃起来超级Q弹 肉呢它也是软嫩的 重点它的酱汁呢 是咸甜焦达 然后不会死咸的那一种 天 嗯 买不知道哪一家的 嗯 这个全部都是提啊 还要吃酥的那个指甲 嗯 那个真的不行 全部都提 那个就没有诚意了 嗯 我觉得我很喜欢耶 因为一般老鞋针的东西 价格都偏高 买了这个老鞋针冰糖菇角的时候 有点微微害怕 想说CP值到底高不高啊 不过吃下去还真的蛮好吃的 没有失望 可以 它单价真的比较高嘛 那就是我们要帮他付一点广告费 郭富城 徐若萱还有吗 徐若萱还有吗 我不知道耶 等一下 郭富权啊 那以郭富权 郭富权啊 老鞋针 你知道你怎么知道 这款老鞋针的冰糖主角 家里有长辈的话 各位一定要买戏来 这款加勒服和全链 好像就没有什么价差 如果大家全链已经预购不到的话 也可以去加勒服买 一样都是四五九一份 四五九买这个可以 对啊 够多 今天这样全部吃下来啊 三道全链预购的年菜呢 我觉得其实都还蛮不错 如果硬要选一道的话 我会选酸菜鱼 真的有让人惊艳 家里有长辈的话 冰糖主角埋起来 一品钢山羊肉 就是适合喜欢吃补跟爱羊肉的人 这个吃下去真的是 感觉整个中药会很浓厚 超级补的 可我一点想说 奇怪怎么还有三道菜没吃就结束了 下周呢 我们会继续开箱 加勒服年菜 赶快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下周的年菜特集哦 想看更多美食开箱 简单料理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全部 记得追踪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下周 steht 還是 顺畢 手 Christ 雪 财